就是说那个表单设计部分 那怎么去绘制出一个表单 并且让那个表单本身上面要有你要的功能 比如说你要让人家填写四个资料 一二三四 那你前面有个标签 那个标签其实主要是装饰而已 没有标签没关系 但问题是你没有标签 人家不知道你要填什么 那最后会有个按钮 当我按下那个按钮的时候 他可以帮我去填写那个资料到Excel 也就是把Excel当资料库来用 就一个萝卜一个坑四个 然后自动带出三个 OK 那那再来就是考虑到什么呢 防呆的部分 那这个地方当然我们上礼拜都讲到 比如说怎么样做完表单之后 怎么做表单 怎么启动表单 那启动表单之后的话 怎么把那个表单上面的文字方块资料 填入到那个我们要指定的位置 那这边可能会有一个需要了解 就是怎么样追踪最下面一列 因为那个范围里面有没有 追踪最下面这个蛮重要的 那那一行其实不是很长 我是建议那个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最好是把它写在你的笔记本里面 因为往后一定会用到 比如说你追踪那个范围的最下面 OK 那因为我是最下面在加一 为什么加一 因为那个最下面那一列的下一列 OK 那另外的话呢 怎么样清除旧的资料 怎么样把游标再移动到第一个 OK 那它可以再继续输入 再来就是什么 判断那个几个房呆 比如说没有输入资料不能过 或者是说呢 一定要数字 或者是一定要数字 而且连到100之间 最后的话有一个按Enter 有没有 多按一个 比如我Enter 最后Enter 它要跳到那边 再按Enter 或者是你要用滑鼠点 那实际上不方便 所以我又多讲了一个 按Enter 可以自己怎么样 自己就出入 然后完成 这样的话其实还蛮方便的 一个一个自动就OK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动态取消保护部分 这个最后当然我有再加一个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你要完整的 不要让一般人去随意篡改资料的话 那当然你就有必要怎么样 不要让人家去篡改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 就是在哪里 在其用内容 有没有 还是上礼拜东西 然后所以我们有在这边教育 预设是什么 保护了 所以你现在要自己输入 一定是不OK的 它保护起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动态的 就是只有什么 你从这边输入 它才可以 把资料存到Excel 其他人工的方式不允许 这样的好处之后 以后呢 只能够经过 这一个表单 才能输入资料 那表示说呢 你所有规则都定义好之后 那它就不能乱输入了 反正呢 也就是说 将来输入资料 应该就确保是正确的 那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输入资料是正确的话 那之后你就可以不需要 再花时间去检查 到底输入资料是否 是正确的这一件事情 那可以节省很多力气 我发现这个东西 其实在很多地方都还蛮好用的 另外的话就是说 以后的话呢 如果要把那个什么呢 纸本的资料 变成电子化 其实你也可以类似 用这种方式来做 有没有 你比如说几个 那个本来用手写去填的 用手写的 那你现在就直接 电脑上填完就好了 你也不用再多花一个力气 OK 那甚至你也可以结合什么呢 Google表单 Google表单也是这样填 其实道理差不多 也就是说 以后的话呢 就不需要说人家在纸本上面写完 你要再重新key一遍 这种浪费时间的事情 OK 那上个礼拜的东西 影片都在云端上面 最后还有个什么 因为我们会动态取消 但其实只要记得 有个指令叫Active.unprotect 把那个密码打上去 然后最后的话呢 再把它先unprotect 是取消 动态取消 最后再把它这个protect 回来就可以 那相关的影片在这边 或者说你可以参考到云端白板画面 上个礼拜的所有的那个教学 其实都放在 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等于云端的讲义 就在这里面 OK你就把回去 如果有一些细节部分 假如不是很清楚 甚至你也可以拿 这边有程式码 贴上去其实也可以work 比如说这边有 什么command button1的click 那实际上我刚刚讲的 那个输入资料就这一段 那防待的话呢 就底下 有一些可能没提 没讲到的 也许上面有补充 你们自己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OK 然后0到100之间 甚至是按enter 按enter就这一段 那记得是 就是要在那个testbox4 最下面那一个 当它key down 就是有个视线翻 按一下任何按键的时候 拿去做判断 判断它的keycode 13的话是enter 其他的话还有这个动态取消保护 跟保护部分也在这边 还有什么 加上密码 VBA最后的话 比如说我印象中 我上一半我加密码 所以我们如果 假设我把那个VBA这个打开 你会发现 这个密码 有没有 那如果你不知道密码的话 你就没办法看到 比如我出入一个错误的 他就说密码不正确 也看不到程式 所以基本上 上个礼拜 大概讲的东西其实还蛮多的 还蛮完整的 那最重要的是 还是要去实做 因为像这种东西 如果你懂得用在工作上面 其实它的效益其实还蛮大的 可以彻底解决很多的问题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 接着继续来看下一个单元 所以待会请各位 来帮我开一下那个 就是范例档里面的这个 日期时间 那这个日期时间 尤其日期啦 用的比较多 可是日期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说 其实它在Excel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以这个来看好了 实际上呢 它存在Excel里面 一定是西元年 特别主要 一定是西元年 为什么 因为这是美国人设计的 那你会想说 这边为什么会有民国年 这个民国年 主要是因为我们 加上格式的关系 而且这个格式 全世界只有台湾有 因为繁体中文 民国年也就是台湾 所以其他国家 因为之前有同学 他们刚好外商公司 他们装的版本 是英文版的话 很抱歉 你这个都做不出来 英文版没有这个东西 OK 那怎么解决 没办法 因为除非你灌的是 繁体中文版 不然的话 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OK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呢 日期比较麻烦 因为它一个格子里面 包含有三个讯息 什么讯息呢 年 月 日 那其实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说 我如何把它切开来 拆开来 年跟月跟日 分别把它分开来 OK 然后另外还有个问题 我如何把它合并在一起 所以日期比较麻烦 年月日怎么分 年月日怎么合 其实这个道理跟那个在以色谣里面遇到的状态 合合分分分分合合 所以其实年月版以色谣里面 很多地方我发现 如果你可以解决这种分分合合的问题的话 其实你的效率就这样提高了 那有些人是因为根本不知道怎么分开来 然后就乱事 最后做不出要的结果 那当然就有问题了 所以比如说第一个 请各位待会开启综合练习题 这一题主要待会我们要做出什么 我输入一个月 一年的第一天之后 我希望能够向右 向下 一整年的年历 就可以一起合成 不是说你自己在慢慢输入 不用 那用什么方法 当然最快的方法 如果你今天要做最好 在旁边有个按钮 产生年历 然后年历输入之后 输入第一天之后的话 全部自动跑完 那是最棒的 不过如果没有 没关系 我们按部就帮来看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 就是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格式 这个格式跟上面 这个 这边是放在Excel里面的资料 这个是Excel外面格式出来的结果 可是问题 我们一般是输入这个 那怎么样把它变成这个 年 是用民国年 那斜线改成点 然后月的话 跟日 改成两码 后面加周期 这要怎么做 OK 你们可以试试看 这地方有没有办法做出 我们可以用today这个范围来看 假设today 请各位在today这个类型里面先输入 在结果这边 插入一个函数 使用日期及时间里面找到today today的话 today当然它里面 主要是传回这台电脑目前的日期 所以按确定 那里面有没有引述不用 因为它自己去抓 抓这一台电脑 所以这一台电脑日期没问题 应该是正确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地方显示出来 就是我们当前的年月日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 请各位把today的这个结果 把它变成什么呢 这样的格式 民国年 斜线改成点 月日的各位数字要补零 如果两位就不用了 后面加一个周级 有没有办法做出来 一般是按右界 出称的格式 出称格式里面 当然你可以看到 出称格式里面 预设是西历 你可以用中华民国历 不过你会发现 这边有没有我们要的 好像有比较接近的 接近的 好像也没有 这个都斜线 所以顶多是这个 但问题来了 假设我今天用这个 按确定的话 你会发现 最后结果好像还有差别 什么差 民国年做出来的 可是问题 我这个斜线没有变成点 然后这个可能要补零 不过因为刚好 这两个日期都是两位数 看不出来 不过 将来如果是各位数字 要自动补零的话 后面要加周级 这个地方怎么做 请各位先把这个范例先打开 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部分 画面先还给周级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